就是她其实心里面绝对是没有忘记她的伴侣 可是也许她还是很需要她的新的伴侣吧 对啊真的 可是又很怕娶到那个拍雪公主的妈妈 进一步 这时候要把家庭的字子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至日文清静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嗨 今天星期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直在等我们的节目上档呢 对啊星期六不是应该要播出 音乐人前观察室 对怎么会这样子 都是因为奥运的关系啦 对 因为真的是做太多集好累哦 而且对啊还是要看奥运啊 比赛 最近奥运的成绩一直都有 还是有新的捷报出来 对应该到今天为止应该就确定 是十二面奖牌 就后面不会有再新的比赛了 对 嗯 实在是大丰收 对啊 真的让国际看到台湾 真的 非常的开心 对 我常在想啊 就是有一些节目 如果说他晚一点上档啊 或者是呃可能他很久很久没有再更新 这个podcaster的这个听众 应该是很快就会不见了吧 对 就会慢慢的 啊他都没有更新 那我听一下其他的节目 哎不错 然后就掉掉了 对就掉在那边了 或者像是YouTuber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媒体的观众们 应该很常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能够被取代的 嗯 其实是在一个工作场合里面 你在公司 其实你是身负重任 你是担任药职 可是如果说你哪天生病了 然后公司还是得找一个人来取代你嘛 或是代替你的位子 嗯 如果说他真的也做得不错 或者是他其实没做这么好 可是他还是可以做 那你就被取代了 只是取代程度的高低而已 对啊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是 嗯哼 所以不要太 不要太为公司卖干 然后大家不要忘记再继续收听 我们之后会尽可能的 呃准时 对 好 不过说这么多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人是不能够被取代的 嗯 比方说 父母 哦 对 嗯 真的我觉得 就是像很多的家庭 它是变成单亲家庭嘛 不管他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 那被留下来的那一个爸爸或妈妈 他可能被迫必须要附带母职 或母带父职 可是他即使是非常的努力 他终究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取代另外一个人 对 真的 我也觉得 就像是我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小孩啊 然后我妈妈非常努力把我们带搭 我跟我哥 可是终究还是没办法 会有那么心里面会有一块就是啊 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人 其实我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看得很开啦 或者是很成熟啦 然后会嘴上说啊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过得很开心啊 然后没有爸爸又如何 但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啊 如果有爸爸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嗯 你爸妈是离婚嘛 对对对 就是在我小学 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分居 对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确定离婚 然后那时候我妈还不太敢跟我讲 就是她觉得 离婚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 她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样子 而且还对我而提 面面说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只有我现在录节目告诉大家 她也不知道我们在录节目 对 然后我当然还是要说 就是妈妈她母带父职 然后把孩子带大 是非常非常伟大 而且不容易的 但是这不能够代表说啊 就是爸爸就是不必要存在啦 或什么的 嗯 所以呢 因应就是明天就是父亲节嘛 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集 跟父亲有关的电影 对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部电影叫做 一步一步的爱 对 它的日文叫做step step就是来自英文的step 这个字 就是一步 这个步伐的步的意思 嗯 那除了走路的这个步伐之外 还有其他意思 等一下我们会在讲剧情的时候会提到 嗯嗯嗯 好 那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 假设我死了 嗯 在很年轻的时候 然后你必须要一个人带大孩子 就是萝莉 嗯 那你可以吗 还是说你就想说 没关系 就先把这个小孩就送给别人好了 不要自己带 这样你还可以就是 比较轻松一点啊 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再去找你的新的下一个人生 嗯 送给别人是意思是说 就整个送给别人 晚上他都不回来跟我一起住这样子的状态吗 嗯 就比方说你的岳母 就是我妈妈 嗯 愿意帮你带孩子 或者是你的爸妈愿意帮你照顾 然后你就可以 嗯 自己住 然后也许 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新的女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心无挂碍的去跟她相处 然后可能会再婚之类的 就比较不会有负担啦 对 嗯 这样子你愿意吗 嗯 我可能还是要上班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希望有人可以帮我带嘛 可是我还是希望每天回来我们都可以有亲子的时光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小孩的陪伴就是跟我很亲的这个情感 其实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嗯 不能说是假日父母这样子 嗯 对那但是你说要不要去交新的女朋友或什么的 这个我倒是一开始都不会想要考虑 嗯 因为我觉得重新要认识一个人其实是还蛮 也是很花时间的 嗯 对那我觉得就看缘分吧 对啊 因为其实你带着一个小孩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可能也不太容易 嗯 呃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但是我觉得可能至少要让小孩大一点吧 哦 对就是譬如说上了国高中这样子 如果那时候还有一点还有一点那个魅力的话 哦你怎么会这样说啊我以为你会讲说 呃如果那时候我还想要谈恋爱的话 或是我那时候如果那时候我的心里面已经没有我老婆的话 不会没有你啊 哎呀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 这种事情其实我也不能够说 现在说了就会真的照做 因为其实很多人生的事情是很难说的 对 对啊 真的 缘分到了来了其实你也打不住 是是 但如果孩子还在很小很小的阶段 甚至是学龄前两岁三岁开始 然后你的伴侣就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啊 不管他是生病离开 或者是他可能就一走了之 或者是你就离婚了什么的 我觉得剩下的那个必须照顾小孩子的人啊 真的是辛苦饱了 对啊 他又要工作 嗯 又要照顾小孩 如果他又没有后援 没有其他的一些帮忙的人的话 嗯 哇那个真的是 我光想就觉得好想睡觉哦 真的 因为我觉得照顾小孩这件事情 真的已经累到 已经很可能超越工作本身了 当然 对 就是超过上班族的工作 那你看又只有一个人来照顾的话 对 对啊 你想想看有一些状况是 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然后你快要下班的时候 老板交付你一个工作 嗯 叫你下班前要做完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 你要去接小孩的时间 怎么办啦 你只有一个人耶 你要好好活着好吗 哈哈哈哈 你也是好吗 等一下就给你买一样补品 哈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要谈这部电影 帖子不是我们好久以前讲的吗 对 就是1014求婚嘛 我可惜你 哎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废话啊 那个五天帖子这几个字已经升值在我的脑 而且你之前常常说他 而且你之前常常说错他的名字耶 什么 你就是讲什么 钢田什么武什么之类的 钢田武不是记安吗 对啊 钢田武明明就是胖虎的名字 在那边乱凑 反正就乱讲就对了 好然后 哎我刚刚讲到哪里 他真的不会死 胖虎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是那个五天帖子 我原来是孩子王 哈哈哈哈 嗯 哎我们刚刚找哪 就是五天建一 哦对对对 那个三天孝之 三天孝之这个演员 我一直都还蛮欣赏的 对 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就是 呃电车男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海报啊 那个样子 真的很像谁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很像 陪你去看流星雨 其中那个朱孝天 对 其实他现在眼神还是有一点像 但是他的长相已经完全不一样 他现在变胖了 哦 你是说谁 你说三田孝之啊 对三田孝之变胖了 哦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胖归胖 可是他的那个演技 真的是有越来越内敛跟深沉 他一直都算是演技不错的吧 他真的是很会演戏 老实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看电车男 我觉得这什么烂戏 我聊死了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中国美剂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生 我还觉得说干嘛找一个 有点欧巴桑的人在那边演 你这样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当时是很久很久以前嘛 嗯 我觉得中国美剂 他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那种 很年轻气息的少女感 然后 可是可能就是那个电影 他原本就是这样设定的 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对 这部电影或是这两个演员 有什么样很好的印象 但后来就是慢慢的看了 三年孝之啊 还有这个中国美剂 其他的一些作品之后 我才深深爱上他们 嗯 对 那中国美剂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山田孝之有什么样的作品 是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们最近一次看 应该就是死亡预告 哦 他演那个哥哥 然后要捐眼角膜给妹妹 因为他要死了嘛 真的 然后我就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他 其实我觉得他很适合演这种 很深情的角色 对对 但是他那个深情其实不会 我觉得不是很烂情的那种深情 他都不会大吼大叫啊 他在这两部戏里面 都是走那种 眼神流到是很多的 关爱跟很复杂的心情 嗯 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是会默默展现脆弱的一面 对 真的 对 他在一步一步的爱里面 演这个失魂落魄 非常辛苦的单亲爸爸 嗯 就是有各种感觉 就是 对 哦 他那个白头发这样长出来 真的觉得好心疼他哦 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是什么 这是 成生的啊 把悲伤留给 他的主题曲应该就是这首歌 哦 真的是太可怜了啦 对 那先说一下 这部电影它的原型是来自一部小说 嗯 是 是崇松青 这个作家 他写的小说 那他的小说有很多很多都被改编成电影 嗯 比方说像是 我们有看过的练气加工本 哦 就是他的小说改编的 那还有亲爱的外人 我非常想看 之后我们会再找一起来做一下 所以他都是主公家庭故事 哦 也没有 还有像青鸟 青鸟你知道吗 是阿布宽主演的 嗯 有听过 对 他是一部讲校园霸凌的片子 嗯 然后还有你的朋友 嗯 对 那这些我都没有看过 我只有看过练气加工本 那我看了一些预告啊 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青鸟 还有 亲爱的外人 这两部片 诶 以电气加工本 跟我们今天看的这部 一步一步的爱啊 我可以比较大胆的断言 断定他的风格 真的就是算是走平淡路线 真的 他没有什么高潮迭气 对 然后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个人 我忘记在哪个网页上面看到 有人这样子评价 崇松青的小说 就是当他说他今天要卖炸鸡 你绝对看不到会有什么寿司 其他的料理出现 嗯 就是他会告诉你 今天我要讲这个故事 就真的是这个故事 而不会有其他的高潮迭气 也没有什么意外的桥段 对就不会太有意外的感觉嘛 像练气加工本 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就是 就是淡到底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什么 没了 这样的感觉 可是 细细的咀嚼 就会蛮有味 越嚼越有味道 是 对就像是 我觉得应该就像是白米吧 就是 很平淡 但是你越嚼 你就会有那个米的香味 可是你不是都一直很希望有别的味道出现吗 寿司米 寿司米 寿司米就很好吃 寿司有别的味道啊 我知道 但是我说寿司的那个米饭本身 我觉得 有其他的调味啊 对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就是 他看乍看之下是很清淡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越嚼就越有风味 嗯哼 对 对 好 那这个 一步一步的爱 他的导演跟编剧是同一个人 叫做范总健 他有其他的作品 其实我都没有看过 像是荒川报效团 还有红色时光等等的 嗯 然后他在官网上面 有一段文字是在描述这一部片 就是一步一步的爱 他说 不管说什么 都不会有任何人回应自己的房间 空荡荡的 老婆死掉了 然后小孩子也还不会讲话 才两岁多而已嘛 这样子的房间 在这个房间里面 只有不会消失的悲伤跟寂寞 还有无法跨越的痛 尽管如此 女儿还是会长大 嗯 所以爸爸也必须被迫跟着长大 所以这个电影就在讲说 那当老婆不在了 可是孩子还是很小 需要被抚养跟照顾 那爸爸跟小孩子 是必须要同时间成长的 这十年的故事 就在这部电影里面 对 我觉得小孩会成长 可是重点是 所有的人都会成长 不是只有小孩 因为对啊 面对孤单 面对很烦乱的育儿生活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男主角来说 他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成长阶段吧 对啊 我觉得一个单亲爸爸或妈妈 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如何兼顾工作 跟育儿这两件事情 对 就是 工作是工作 育儿就是育儿 你要兼顾他们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的正在工作的爸妈 应该都很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这是非常难的 对 一定会有一些比例上的调配的问题嘛 比方说 你想要多陪孩子 那你可能工作 可能势必要放弃一些生前的机会 你想要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很好的发展 你可能必须要牺牲一点 陪伴孩子的时间 嗯 对 这很难 对啊 对 那竹竹竹竹竹 五田健一呢 她有个太太叫做彭子 彭是朋友的彭 Tomoko这个女生 很早的时候就过世了 然后她的女儿叫做Miki 美济 就是中古美济的美济 那个时候 当妈妈过世的时候才一岁半 所以呢 这个Taketa Kenichi 这个山田孝之 他就想说 我必须要好好的 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而且他是几乎拒绝了 所有外援 比方说他的岳父母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想要帮助他的人 他就觉得说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来 甚至是在公子里面 曾经很照顾过 他的一个长官 就是他的营业部的 就是做业务的主管啊 也是好多次跟他说 你就回来我们这部门吧 你现在做这个SOM 就是这个总务的工作啊 有点类似行政相关的工作 就是不会有什么 好的发展的 你赶快回来吧 趁我在退休之前 你赶快回来 我帮你升线一番这样子 可是他一再的拒绝 就是说我还没有放弃 我想要持续坚持 在这个坚固的工作上面 所以他是因为老婆过世 他才转到总务 对 我相信他原本是 因为那是他之前的长官嘛 就是不是一直找他去吃饭嘛 说现在有个工作机会 你要不要过来 我帮你安插一个位置 可是他不断的拒绝 他说我没有give up 我并没有放弃 我不想要放弃这样子 放弃照顾小孩这个工作 对 我不想要放弃兼顾工作 跟育儿这两件事情 对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你说如果老板要提拔我这样子 对啊 提拔你有更多的钱 搞不好你就可以 有更多的钱可以去 请保姆 对 这是很难的问题啦 因为就是要看每个人的 对于人生的规划是什么 对啊 所以我问你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 好 即使真的找保姆也OK 可是我希望我还是每天都可以回家 跟他一起相处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管他 像是现在我们小孩上学 他也是啊 就是上学的时间 就是有老师照顾嘛 那但是每天回家 我都希望可以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 稍微分离一下 然后再相聚是最好的 对 不要再停课了 拜托 对对 那个新冠肺炎可不可以放过我们 真的 父母真的很累 对 那这部片的男主角是Ken一姬 刚刚提过就是山田校之饰演的嘛 我们等一下就是一直都用Ken一姬 健一来称呼他 Ken一姬他就很想要好好工作 可是他放弃了他的高升的机会 然后呢就是把孩子送到 保育園 保育園就是保育園 保是保护的保 然后育是教育的育 圆是幼稚园的圆 保育園跟一般的幼稚园 幼稚园是不一样的 哦 那应该算托儿所 对 比较类似台湾的托儿所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简单的讲 就是保育園就是类似台湾的托儿所嘛 从零岁就开始 可以送过去了 其实台湾也有嘛 对 就很像是托婴中心那样子 不管是公立的或私营的 都有嘛 嗯 那幼稚园在日本呢 是规定满三岁 到小学入学前才可以去送 那跟台湾的幼稚园差不多 幼儿园差不多一样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很大很大的差异 在这个地方 就是 Holgien 在日本呢 是原则上可以送八小时 七点到晚上六点 都可以在园内 就是让老师照顾 这非常的适合 有在工作的爸妈 嗯 可是幼稚园呢 幼稚园他是怎样呢 标准是四个小时 就是早上 很多日本的 对 早上九点 然后送送送 然后在那边吃个午饭 然后 两点就要接回来了啦 好恐怖哦 这个是给妈妈 就是 只是给妈妈稍微 哎这是什么性别科版 没有因为通常就是 在日本 我是说 真实的状况 大部分是在日本的话 就是男生 工作 女生比较常会 就是 负责照顾小孩 对 原则上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说你要 送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应该是保育员会 比较适合一点 OK 对 那我想说在日本也许 把孩子送到幼稚园 就是幼稚园去啊 可能不是为了 就是让妈妈送一口气 可能比较像是说 他可以去学校 跟同才相处啦 或者是可以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像在日本的幼稚园 大致上可以分成 两种教育的方式 一种就是 教导评假名啦 重视英文啦 或是你要教育 他的礼仪方面的 一些读书型的幼稚园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可能去种菜啦 亲近大自然啦 就是透过游戏 或者是去跳舞等等的 培养那一种 叫做快乐学习型的 就是大概是分成 这两种嘛 我觉得像台湾 有这样子的幼稚园啦 就是比方说 一些比较实验性质的吧 就他可能不是真的只有 就是填鸭式的 叫他学什么学什么 他可能是会透过一些玩乐 然后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对 其实是有的 那通常日本应该也是 在这种实验性的会比较贵吧 我不晓得耶 对啊 对啊 真的很贵 对 就是我曾经有去参观过一家 那个真的是 那个校地服务员真的很大 田园对不对 对 那中立地区就是有一个 叫做田园的一个幼儿园 我那时候去参观啦 真的是 非常的 心动 觉得哇 如果孩子在这边成长的话 他可能 不管什么样的状态 都可以有很好的学习 即使是下雨 他们还是会让 就是老师还是会让小孩 穿上雨鞋雨衣 然后去探索大自然 然后让他们采得脏兮兮的 然后 知道他们如何去 自理自己的生活 要换掉衣服啦 要清洗什么啦 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那时候我去参观的时候 觉得真是厉害 对 可是就是贵 对 而且真的很远 所以就没有送了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一个 离家最紧的啦 对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刚刚提过了 邮件它就是 早上九点到两点嘛 它中午吃的那一餐啊 原则上 当然是每个 每个原方是不一样的 原则上是 妈妈要准备便当 给小孩带去 我才不要这样了耶 就是那种冷便当嘛 日本妈妈最喜欢 在那个 它那个就算是一个 妈妈们的战场啊 对啊 我才不要这样子 什么 这边有的没的 不要再准备那边 我最讨厌准备那边 就是卡通便当 光看就觉得累 而且 它的营养价值有 正常便当高吗 我想应该会有 它都是一些鱼松肉 就是那种 海苔 就可爱 可是 香肠 对啊 我觉得营养价值 好像还是不如 像台湾这种 台湾 饭肉菜 全部装进去 可是我不想得 我们来创造一个 饭肉菜也可以 很好吃 一定有啦 我就是要讲 我觉得一定会有 更高端的妈妈 就是她可以兼顾 营养跟 这个视觉效果 我就不想 做便当给小孩啦 都送去了 然后还要准备 就是准备便当给小孩 我觉得 好好好 我不要生气 其实那不是我的工作了 好 那 Hoygen 就是这个 Kenny G建议 他送小孩过去 那就是保育员 因为小孩还很小嘛 然后爸爸需要工作 就送他过去 那小孩子原则上 可以在这个 这一段在学校的时间呢 就是老师会准备餐点 然后会陪玩 好像不是那么重视学习 就是了 总之就是 有一个人帮你照顾小孩 然后我有注意到一个点喔 里面竟然有男老师欸 哦 摇摇摇 对 然后我看到 所以我觉得有点惊讶 就是 竟然就是他们的保育员 是有男老师 就是负责陪玩的这样 不管那个小朋友 是男生女生 他们都是可以 让男老师 去跟所有的小孩子接触 我觉得这个设定很厉害欸 嗯 其实我觉得 如果站在男女平权来看 我觉得 既然也有男护士 那为什么不能有男 幼儿园老师呢 是啊是啊 而且不要把男生都想的 都只有那种 会对于小孩 那个造成什么威胁 什么 我觉得那样子 对男生很不公平吧 对啊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意外 然后也觉得说 可是台湾好像 相对来说 并不是那么能够接受 男生在学校当老师 如果说有的话 好像总是会有一点 隐忧的感觉 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如果 他的体制很好 就是男老师在教育的时候 就是女老师也都在场 就是他们本身是 搭配得很好的话 那为什么不行 我是觉得 只要配套措施好的话 我是安心的 是吼 对啊 确实 就是男生女生 有一个平衡的一些 互相看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啊 对啊 好那么回到电影本身 Kane G他把小孩送过去嘛 然后呢 他虽然说 在工作的时候 有人帮忙照顾小孩 可是他终究还是疲于奔命的 因为就刚刚提到了嘛 就是 快要下班了 老板给你一个工作 然后可是你要去揭晓 还怎么办 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在这个 电影里面有一句 这样的旁白 他说 Moshi wa ke na sa to Jiko ken wo ga Sino taan da Moshi wa ke sa Moshi wa ke nai 就是非常抱歉的意思 Moshi wa ke nai 去掉一加上三 可以把这个感觉 变成名词 就是很抱歉的感觉 很愧疚的心情 还有 Jiko ken wo 就是自我嫌恶 就是觉得自己很糟糕 这样子的感觉呢 Sino taan da 一直不停的累积 变得越来越多 嗯 这是每一个 有在工作的爸妈们 应该都非常可以理解的感觉吧 对 就是有点愧疚感 对 然后呢 不停的在这个接送孩子啦 然后还要照顾小孩吃饭啦 睡觉啦 读故事啦 小孩终于睡着之后呢 这个洗衣机 响了 他已经洗澡衣服了 啊 要晾衣服 他就是不停的在那种 赶快买轰衣机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 就心里这样想说 干嘛还晾衣服啦 对而且他那个扫地机 是很久之后才买的呢 哦对 是女儿买给他的 对对 就跟外公外婆一起合资这样 嗯 对确实就是这些家电很重要嘛 可是可能当时还没有 然后 哪有 他那个年代是2014年的 哦对对对 他有打上日期 是啦 所以呢 你就建议说 如果有单亲家庭的话 可以先提早购买这些家电 反正就是 钱能解决的事情 就赶快给钱解决 哦 可是有些人就财力不足嘛 就只能自己练 他不会吧 我不晓得 我觉得他的工作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 OK 好 不要担心我们家都有 然后 我们家财力也没有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买 不要再买14只老鼠啦 你不要买那一套 你就可以买一台 阳春型的扫地机好不好 三千多就有了 应该有 我猜 我不知道 嗯 好 那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Micky 他大概是两岁左右吧 然后呢 他因为还不太会讲话 所以刚开始到保育员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嘛 看到老师都会很开心的冲过去 这样子 那个老师就是他们的班导 叫做Kero先生 叫做青蛙老师 因为Kero Kero的哦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那个老师的名词好像跟这个Kero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是取这个血音 然后呢 这个Kero是用来 模拟那个 因为Kero就是跟那个青蛙叫声很像 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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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个老师叫做青蛙老师 不是刮刮刮 对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刮刮刮是青蛙 可是刮刮刮也是鸭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统一好 还有像支支支 你会说是老鼠 也有可能是猴子啊 为什么 好不要讨论这个 这不是重点 好 然后Kero先生啊 就是有 他就是非常的关注Micky这个小朋友 就是他可能心里面 觉得很在意他 然后因为知道说 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嗯嗯嗯 然后Keng他是个单亲爸爸嘛 所以每次就是当他疲疑奔命的 就是从公司赶过来接小朋友的时候啊 总是没有任何的责怪或怨对嘛 因为毕竟你要为了他加班啊 可是他都没有 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 非常的和颜悦色 嗯嗯嗯 然后有一次啊 那个Kero先生他有一天就跟Keng讲说 就是最近啊 Micky他好像 变得不太有朝气 这样子 就是上学的时候啊 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可是他因为不太会讲话嘛 老师跟他讲说 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啊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悲伤或生气 对 他自己语言无法表达出来 所以他可能就只会哭 或者是突然变得非常沉默 这样子 嗯 他就跟Keng讲说 你要多抱抱他 嗯 然后爸爸就说 有啊 我有抱啊 他说 可是可能还是不够 这样子 然后Keng他就觉得非常挫折 他就是在通勤的时候 要坐电车嘛 每天都被电车的人潮 这样挤得满满的 然后非常的痛苦的样子 呃 这个时候他有一句旁白 是这样说的 嗯 他说 あの日以来 从那一天开始 那一天可能就是指太太过世之后吧 他非常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尽全力去做很多事情 他试图全力以赴 他想要这样 但是他是过去这样想 但是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明白 没有明白什么呢 他说 体温計じゃ測れないものが そしてそれは 父親では どうにもできないこと 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他说 体温計じゃ測れないものが 就是体温計 体温計是不能够测量的 測れないものが そしてそれは 父親では 而且那可能是怎么样呢 后面有个かもしれない 他可能是 父親ではどうにもできないこと 是一个父親怎么样都做不到的 他可能无法给妈妈一样的温暖 かもしれない 的意思就是 搞不好可能 说不定的意思 对 所以他就说 他虽然是非常努力想要附带母子 可是他还是 没办法给小孩子 妈妈 能够给的爱 所以小孩子他虽然说不能够表达 但是他可以从 他可能必须从其他的 这个行动 或者是表情 然后有一些 传达 一些讯息嘛 可能是哭 可能是不想上学 可能是非常的沉静 可是他可能心里有很多的压力 因为我觉得爸爸跟妈妈角色 真的很难去彼此取代 对 就是像我们小孩 就是喜欢跟我玩 因为我是可以给他玩很疯狂这样 对 可是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想要跟你抱 那即使说 虽然说我的体温 跟你应该也是相同的 可是他就是比较喜欢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谓的 就是体温计无法测量的东西 对 表面上我们都是同样的度数 但是他就是会想要比较柔软的触感 谢谢你 OK 好是不是要我变瘦你变胖 那就可以给他了 也不会 我觉得他 他纯粹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喜欢你 对啊 所以我深深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深深觉得 我跟你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嗯 对 所以Kenji啊 他就是有一次 他为了要去接小孩 然后非常的累的 在奔跑着 他就讲了这个话 我真的觉得 我非常的心疼他 他说 太変 太変 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是辛苦 真的是太累太辛苦了 真的是太辛苦了 太変 然后又出现了 搞不好怎么样呢 搞不好 搞不好 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嗯 他长长快要哭出来 我真的觉得 对啊 他在跑那个楼梯 下楼的时候 对对对 要赶去接孩子的时候 对 他终于赶到了 这个保育员的时候啊 青蛙老师正抱着Miki 那Miki已经睡着 可能是累到睡着了吧 嗯 然后老师就讲说 你可能改孩子的 这个拥抱还是不够多 然后因为在学校啊 最近就是因为 呃 圣诞节的关系 就是大家都很忙 老师们都很忙 老师就跟Miki讲说 你在旁边稍微玩一下 等一下我去找你 可是因为真的太忙了 就没有回去找他 然后Miki就开始 疯狂的大哭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真的是 因为得不到老师的爱嘛 然后 这个老师就非常自责 就跟Ken一基讲说 我的温柔是足りなかった 我的温柔是不够的 就是对这个Miki来说 可能还不太够 嗯 然后Ken一基 白思不得其解 就问他说 可是其他小孩子 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他们不也是 就在旁边等老师 然后等老师有空 就去抱他们吗 然后 那个Kero先生就这样说 其实是一样的 但还是不一样 这些孩子们 跟这个Miki是不一样的 Miki讲话 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不一样呢 他说 他说 他妈妈就是其他的小朋友 夕方になれば 只要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母亲が迎来 他们的妈妈 就会来接她们 只要家里帰れば いくらでも甘えられる 只要回到了家 家里帰れば いくらでも甘えられる 他们就可以 可以尽情的 跟妈妈撒娇 对这些小朋友来说 保育園 保育園呢 是跟朋友 一起玩乐玩耍的地方 抱抱 让别人抱抱 讨抱抱的地方 是在家里 所以对这些小朋友来说 是完全不一样 去家就是玩 然后回到家 就可以开始耍泪啊 然后跟爸爸妈妈抱抱啊 でも 但是啊 ミキちゃんにとっては 保育園はそうなんです 但是对这个ミキちゃん来说 这边的にとって 就表示 对什么什么而言 对什么什么来说 这边又出现了一个わ 我们上周有提到 这个わ表示 对比的意思 其他小朋友是这样 可是ミキ是不一样的 保育園 就是一个 讨抱抱的地方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啊 所以当这个爸爸 Kennygy他听完此番言论 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愧疚吧 嗯 就Kero先生 还跟这个Kennygy讲说啊 因为ミキ曾经 跟老师讲 说 爸爸の抱抱は 忙しい 爸爸的抱抱 是很匆忙的 嗯 所以可能这个Kennygy 他真的太多事情 要兼顾了 他知道 小孩子需要抱抱 可是他可能 不能抱太久 不能给他 非常非常充分的温暖 所以小孩子 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他希望 可以在学校 跟老师讨到抱 那因为这样 他就是大哭嘛 我真的是 哭到不行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嗯 可是这个时候 就是那个 健一 他就有问他说 就是现在有空吗 我们可以去吃一个饭 这个时候 那个老师 就面有男生的 看着外面 外面有两个 好像在贴 那个圣诞节布置的人 对 原来就是他 其实已经快要结婚了 对 对 然后Kenji就是 本来应该是觉得说 这个老师 搞不好可以当做 Micky的妈妈 新妈妈也不一定 可是没想到 他已经有对象了嘛 然后呢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当他回到家之后 小孩睡了嘛 嗯 这Kenji就跟这个 太太的照片讲说 我其实也没有 要怎么样啦 我就是想说 就约个吃饭 也没有别的意思 这样 不知道想要解释什么 我觉得 应该是 所有上偶的人 都会有这样子的 很 很两难的感觉吧 嗯 就是他其实 心里面绝对是 没有忘记 他的伴侣 可是也许他 还是很需要 他的新的伴侣吧 对啊 真的 可是又很怕 娶到那个 白雪公主的妈妈 寂寞 这时候要把 家里的镜子都收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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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奇讲 是全世界最棒 哈哈 哈哈 嘿 我真的觉得 那些童话故事 真的把那些继母的那个 对啊 对啊 真的 我跟你讲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有 我就讲到这里 有想到那个 以前小时候有看一部 那个 美国片叫做 亲亲小妈 你有看过吗 没有看过 她就是step mom 就是 这部片就是在讲 那个 继母的故事 可是其实继母 也是很爱孩子的 所以 不要污名化继母 对啊 不是每个继母都像 那个白雪公主跟那个灰姑娘的 对啊 我们都被这些童话弄得就是 洗脑的啦 对啊 真的 也是很好的 就是继父继母的呀 可是镜子还是要收好 哈哈 哈哈 怕会有点讲话 好 既然你讲了 我就讲一下 那个step mother 就或者是step father嘛 就是在讲 就是继父继母 所以其实这个片名啊 step 除了step 除了有一步一步 往自己的新人生 迈进的意思之外呢 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step mother 就是step mother 或者是step father 这样子的意思嘛 father 对 就是step father跟mother 这样的意思 就是 他其实在暗指说 KG 他的岳父岳母 其实虽然没有 这个血缘关系 但是其实很像是 他的继父继母一样 一直保有一个连结 哦 对 嗯 对 所以这个他的岳父岳母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 因为其实 我觉得在上偶的家庭中啊 其实 虽然说小孩没有妈妈 可是其实其他的家人也很重要 是 就是可以给 可以 虽然不能取代 绝对不能取代妈妈 嗯 可是其实 让他感觉到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爱 嗯 那真的 我觉得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 其实也都很重要 譬如说像日本啊 他们 他们很主推的就是一个 育儿的一种策略方式 就是 让一条街养一个孩子 哦 对对对对 还有在讲到 其实 你的左邻右舍 其实你的关系也要保持得很好 因为其实他们也都可以 不能说取代妈妈 可是可以互相照应 那他觉得 这世界上有很多爱 而不是说 就只有 好像 就是大家都至少门前学这样子 嗯 这跟早期的眷村很像耶 对 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社区营造 对对对 对就是让他 处于 就譬如说他放学之后 他可以去 可能是一个社区中心 跟其他的小朋友玩 嗯 就让他有手足的感觉 然后 像眷村有时候就是会这样 就是那个别 邻居的妈妈会叫他 到邻居家吃饭 然后 什么好意思啊 对啊 然后都外面就可以闻到 那个香味这样子 对 其实我去那种眷村博物馆 看到这些故事 我都觉得好暖心哦 对啊 对啊 就是他们真的 因为可能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 他们必须互相照顾 才能够活下去 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嗯 到了现在工商业社会 越来越少这样子的故事了 嗯 那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 虽然他没有在说就是 邻居的事情 可是 我觉得像岳父岳母 就是因为 自己的女儿过世 然后反而就是把他的女婿 把他当像自己的儿子照顾 那我觉得那是一种 很 让人觉得很温暖 很窝心的事情 真的非常窝心 对啊 好 那 虽然说这么辛苦啊 孩子他是一天天的长大嘛 嗯 这个Micky他有一天就变成了 不是有一天了 他后来长成了小学生 有一天后来整个进化 就update 他就是变成小学生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Micky他换另外一个女生来演 嗯 叫做白鸟玉记 嗯 这个女生我真的很喜欢 她的演得非常的好耶 我觉得这三个 他 这部电影中有三个小女孩 来演这个 Micky的角色 我觉得都演得很好 对 没有很刻意的感觉 对 那这三个小女孩 分别是饰演两岁 还有六到八岁 还有九到十二岁 就三个阶段嘛 嗯 我真的觉得第二个 真的是 因为他已经很会讲话了 对 他的表现就是 非常的成熟 嗯 沉稳 会跟爸爸开玩笑 然后呢 怎么讲 他可是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小压力 可是他并没有 并没有完全的说出来 这样子的这个 很复杂的一个心理 我觉得他诠释的非常好 对 因为他其实跟爸爸有很多的 他们才有的一些小 就是很温馨的小互动 嗯 比如说 爸爸回来的时候 他会先 爸爸会先把眼睛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 背面 呃 就是他会有两个圆圆的东西遮起来 好像看起来就很像是 那一个就是 咸蛋操的还是什么的 然后那个女生 就是那个小女孩 就会先说 就很冷漠的说 是谁 然后好像就讲一个暗号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之后 看 确定是爸爸之后 他就会说 おかれなさい 这样 对 就是我觉得很温馨 就是 只有 只有就是自己的亲人 才可以有的那种互动 嗯哼 那你跟罗莉 有这样子的互动吗 这样子的暗号 暗号 我要看走你吧 走你就是 他要看影片的意思 好 这个很难解释 之后再讲 好 那小孩子 然后 对好 那Micky就讲到了小学嘛 嗯 呃 可是呢 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个 不是很好的老师欸 嗯 就他的小学老师 真的是脑筋死板僵化到 让我觉得 没错 真的 看了一段觉得 好 那因为这本书 呃 因为这个电影 我刚刚有提过 它是来自一本小说嘛 它的第二章 就是 母亲节 母亲节的时候 就要来一个 就是 又要妈妈啊 来这边参观小朋友 就是 什么念课文啊 干嘛的 哦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烦 就是妈妈 妈妈 爸爸妈妈会在后面 教室后面 观赏 小孩的成果 对 那个活动叫做 授业上课 就是授业就是课程 上课的意思 上课就是 参观的意思 嗯 对 就是要参观小朋友上课啦 哦 我真的觉得 这根本就是高中检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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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有小朋友都要感 就表现出好像很开心 对 就老师说 有些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所有小朋友 我要我要选我 这样 我觉得 真的有完没完 很做作 这样 可是台湾真的没有吗 台湾好像比较少 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吧 好像就是亲师座谈会啊 那种比较冷静一点的活动 对 好 那如果我讲错的话 请同学们 那请大家来指证我 好 那这个老师 我说他脑子僵化是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他说 这是母亲节的活动 所以怎么办 Mickey没有妈妈 怎么办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跑去跟Ken姐讲说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哈哈哈哈 对 他就约他在一个咖啡店 然后就跟他讲说 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 在班上就是有 先问小朋友们嘛 然后后来就是 那个美气有举手 就说就是 他有妈妈 这样子 对 然后老师就跟建议讲说 就是好生心跟说谎 是不一样的 对 没错 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小孩为了这个 而撒谎 其实是不太可取 可是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 是我可以很能够理解的 因为小孩子都是希望 自己跟别人没有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老师 很不OK 其实我不觉得 Micky真的有说谎 因为他是在 站起来跟大家发表 他们家里的状况 他是说 我们家呢 都是爸爸做家事跟煮饭 妈妈在家里 The end 就没了这样子 然后就其他小朋友 就是非常地 妈妈的牌位在家里 对 照片什么的 然后其他小朋友 就非常的不成熟 就很正常啦 就想说 妈妈在家里 怎么不做饭做家事啊 好奇怪哦 明明就有妈妈 为什么不做 我看那个是不是有点 一把火起来 我觉得小朋友 真的有时候霸凌 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就是干嘛一定要跟你们一样啊 对啊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对 而且我觉得我很气的 就是说这个老师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跳出来跟大家说 Micky的妈妈其实 对我觉得不好 对不妨好好的说 就是真正的状况 这样子让孩子们 也许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这是很像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的模式嘛 对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说 他就跑来跟建议求救 然后希望 希望那个美季 他不要再玩上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很本末导致 他应该 他应该要 而且你看哦 他说要画妈妈嘛 然后他就说 可是怎么办 那个美季 不会画妈妈 对 看照片也画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叫他画爸爸呀 对 我不懂耶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老师很不OK 他一直要逼你画妈妈 就像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 对 对 我也觉得 那个老师 他好像有说到 他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 好像才刚接这个班什么的 请你好好的 去把你的人生 没有同理心 对 累积起来 再去教别人怎么做事 做人好不好 对啊 对 那老师就说 負け辛いと嘘は やっぱり違いますから 負け辛い 就是不喜欢输 就是好胜心 と嘘は 嘘就是我们常常讲到 就是谎言嘛 说谎 やっぱり还是啊 違いますから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 KG你想想办法 怎么办呢 你的小孩子没有妈妈 赶快想想办法 生出个妈妈来给他画 那我就会说 我虽然说很想要有 就是老婆 可是我也不会娶你 哎 真的是 好那可是呢 这个KG 他在心里面 却有这样子的读白 他说 違う 并不是这样的 Mikiは嘘ついたわけじゃない Miki 未必是说谎呀 Tomokoは家にいる 没错 排位在家里 Tomoko ポン子 就在家里と 家にいる いつだって Mikiを見守っている 不管什么时候 いつだって Mikiを見守っている 都是一直守护着 我们家的Miki それが嘘になるのだろうか 難道 那就是说谎吗 嗯 对啊 这个是建议讲的吗 对 他在心里面想 他没有去呛那个老师啦 我觉得建议 他就一直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温和的 他不会 他的情绪都没有很大的起伏 嗯 如果是我的话 我早就直接表下去了 是哦 对啊 我就直接说 你真的很死脑筋 你不会叫他画爸爸 把爸爸扮女装 我也OK啦 我知道你有扮过啊 而且你还扮得蛮成功的 哈哈 好 放说明来 对啊 就是附带母子 你就是画爸爸就好了 我也觉得 嗯 好 那这一场戏我觉得 我看到这一段 我气到 我就直接 关掉是不是 对 我就直接跑去睡 我只想看这一段 我也是看了 觉得你到底 有没有好好的 就是 就不懂人生 其实很多种形式的 对啊 真的是这样 请所有当老师的人注意一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 要怎么做 就是要让小孩 不要有那种 觉得被 被歧视的感觉 对 好 那我们刚刚提过这两个人 就是老师跟Kenny 其实他是在一个 咖啡店里面交谈的嘛 那就是咖啡店里面 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店员 嗯 刚好跟这个Tomoko 长得蛮像的 对 对 然后他们也就是一些 简单对谈之后啊 就是有一次Kenny 其实想说 诶 是不是可以稍微约一下 嗯 对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再多谈这个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孩子继续长大 那现在Micky呢 是由第三个小女孩 饰演的 这个女孩子 叫做田中李念 嗯 她也饰演得很好 哎 嗯 我觉得她有 更有把那一种 小少女的那一种 尴尬纠结 然后 就是压在心里面 可是她表面上 又装着一副 哦没关系啊 等这种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导演 挑这三个角色 当然小女孩 最小的那个 比较没有特别 但是 但是我觉得 第二个和第三个 她们虽然长相不同 嗯 可是她们的个性上面 是一脉相承的 对对对 就是讲话很 好像很小大人 对对对 我很喜欢这个部分 真的我也是 对 好 可是这个女孩 她现在已经快要 变成这个 青春期的少女了嘛 嗯 她多少都会有一点 面临长大的那一种 尴尬 或者是一些矛盾的感觉啊 她就是有时候会想要 跟Kenny 其实有一些闹脾气 对 比方说 她其实知道 爸爸可能需要女朋友 嗯 可是爸爸也是在 顾虑小孩子的感受 就是不好意思跟这个 她有可能会 有更进一步交往的女生 有一些接触 嗯 所以 就是女人 她就会讲说 啊又没关系 没差啊这样 嗯 那这个女生 这个新的伴侣 这有可能是新伴侣人选 是由广莫良子饰演的 哎 我觉得广莫良子 她真的很适合演 很温柔 但是又很娴熟的角色 就像 送行者里面的那女生 对对对 对 就是她 其实她的演技很好 可是 她好像的 后来的戏录 有点定型 就是比较常 就是演这种 比较 就是 就是会 怎么说 就是 比较 说实话 就是有点烂好人 就是 都是好好的 都不会有什么东西 你讲好好的时候 你好像真的 很好的样子 对啊 就是 她常会露出一种表情 会让人很想疼爱她 什么表情 你做出来给我看一下 就是 可是我想揍你 好险听众朋友看不到 你真的可以演女生啦 对 那 我觉得 这个时候是 还蛮尴尬的时期 小朋友大概是 大概是9到12岁嘛 她快要升国中了 那其实 她也是嘴上说 可是你跟那个女生 就是其实可以去约会啊 没差 那他们真的也 其实三个人 有约会过一次 结果啊 这个Mickey 她不管吃什么就吐什么 她可能表面上 是接受的 可是心里面 身体是很诚实的 为什么会吐呢 就是 压力吧 就是 其实我其实心里面 还是不能够完全接受 爸爸有信誉有这件事 那 可是我这一段 我还是有点不懂 就是 那 那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 就是说 那可能是这家食物的问题 就是那我们再换一家吃 可是她后来好像 就是没办法再 哦 你是说全部 人家餐厅 可是大人没问题啊 那搞不好就是她 这一家的口味 就是对于这个小孩的肠胃不符啊 我觉得他们后来 应该还是有试着约过几次啦 哦是 可是后来好像就真的是 有点不对盘这样子 那广莫良子 她在戏里面叫做 叫做 然后这个戏里面 他们就称这个女生叫做 Nana Nanaさん这样 广莫良子 Nanae啊 她其实也是一个上偶的人 她曾经老公就是离开她了嘛 然后也曾经流产过 所以她可能就是面对Kengi 她可能心里面是觉得 他们是彼此吸引的 然后也是有感觉 可是呢 好像总是会有一点点顾忌着对方 比方说当Kengi 来到Nanae的家 嗯 然后呢 就是Nanae还有刻意的 让Kengi看到她老公的牌位 嗯 然后呢 也 也后来也很坦诚的讲说 其实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 可是也许我们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但是 终究因为Kengi 其实她很在乎小孩子的感受 就是Miki的感受嘛 她就是一直都没有跨出那一步 然后呢 嗯 有一次就是两个人在加班的时候啊 他们谈起了Miki跟她的 呃 好朋友的一些相处的状况 然后 Nanae就讲了以下这段话 嗯 她说女孩子因为寂寞 所以才会不想输 嗯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会想要逞强啊 把自己装得好像 很钢铁的女生的感觉 她说特别是在某个时期的女孩 光是活着 她就觉得很寂寞了 嗯 所以她真的很了解 对对对 因为她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嘛 所以她就真的可以理解 而且女生的 女生 真的会很了解 女生的想法 对 特别是女生 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会有一些心理的转折嘛 那可能真的是 经历过的女生 才会知道的 对 Kainji就说 真的吗 是这样吗 然后Nanae继续说 寂しさはゼロにできない 寂しさ就是寂し 也是一样去掉 一加上三 把寂し变成名词 寂寞这个东西啊 ゼロにできない 是不可能归零的 是不可能消失不见的 それを知っているから 強がる 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強がる 所以才会逞强啊 所以像这个小女孩 Miki 她有这样子的反应 她可能就是 有点 有点在乎 可是又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 非常可以理解 是 好 那我觉得这部片到目前为止 我都非常喜欢 可是后面的部分啊 我觉得稍微有点偏离主轴 可是你说你还蛮喜欢的嘛 因为她后来就提到了 这个Miki的外公外婆啊 很照顾Ken一鸡 然后也把她视如己出 然后后来因为外公他 因为生病的关系 可能要过世了 那后面的专注的点 就是在这个外公会要过世 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偏离了 就是我本来以为的 单亲爸爸 就是在这个小家庭核心里面的感觉 可是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对就是那个他外公外婆 也就是Ken一鸡的岳父岳母嘛 他们其实一直都很照顾Ken一鸡啊 然后他就是常常 就是像每季他会回 他们好像老家是在岗山 然后他们就是在岗山玩啊什么的 就是让小孩还是有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 可以有外公外婆疼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公的个性 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 就是他在生病的时候 他因为不想要让自己的外孙女 看到自己很 就是插着鼻管啊 或者什么 就是那种很落魄的样子 所以他就一直坚持 不想要让小孩来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其实跟那个Ken一鸡 他的心其实也是有对照 就是Ken一鸡也是不希望 让小孩看到自己很落魄的那一面嘛 就是觉得自己很坚强 这样子就可以 我一个人照顾小孩可以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有点类似的对照 然后这个外公后来就是还是 就是决定就是还是可以让小孩来看 然后他们却一家人 就是后来那个Ken一鸡跟广木两子 还有他的小孩就一起去找外公 然后外公这个时候他就是西装必挺的 对 对但是其实他是逞强的 对 然后他因为外公好像就是很喜欢看学吧 他就是很喜欢上学 然后他就他就说 啊早知道我生病 我去年冬天应该要多去上学 但是后来就是没想到天气骤变 就是原本是春天 然后就下雪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很 很希望美肌可以就是做一个雪兔给他看 什么是雪兔 雪兔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日本的传统吧 就是他们会去外面的雪地弄一条雪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盘子上面 然后再加上那个眼睛 就是两个红色的眼睛 还有两片叶子是耳朵这样子 对这就叫雪兔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戏 我觉得他的意象蛮会有一种隐喻 我觉得蛮动人的 就是他就跟美肌讲说 外公可能有一天就会离开啊 然后那个美肌就很难过 就是说外公不要走这样 他就说其实生命就像是那个雪一样啊 雪其实看起来是 好像它会融化啊会消失 但是它后来变成水 但是你还是会记得 它是雪兔的时候 那个美好的样子 对所以他说 其实我们应该不要去怕 有那个人生的意外产生 就是去认真的留下每一刻这样子 虽然我觉得这个意象是有点 蛮把辣的 蛮巴骨的 其实就是要珍惜每一刻的意象 可是我觉得他用雪兔这个来比喻 其实我还蛮能够理解而接受的 对那可能那时候我觉得说 嗯 Micky他可能跟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Micky他在电影里面 并没有跟外公外婆有多好多深刻的相处 所以当这个外公快要过世的时候 他就突然哭着说外公不要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突兀啦 嗯 那时候我也总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这个外公外婆对Kain G的照顾 非常让我感动 嗯 这个外公是国村准饰演的 他好像之前都演一些黑道老大 对对对 就是他一副坏人脸 对你知道吗 他又演一部韩国片 然后我就觉得 哭声 对 哭声我有看过等下说电影 你看过吗 我有看过等下说电影的那种 我觉得好可怕 那部片就是恐怖片中很经典的 对对对 对 他是演一个不知道到底哪来的日本人 吓死人了啦 嗯 对然后外婆是鱼桂美子饰演的 也是送行者 这部片送行者的演员有两个 真的耶 就是广默梁子跟鱼桂美子 鱼桂美子他的演技我一直都还蛮欣赏的 他很会演那种很寂寞 就是看起来很失魂落魄的女人 他整个脸有点风霜感啦 对 但是他在这部片中我觉得还蛮 就是蛮可爱的 就是我很喜欢有一场戏 就是 呃 那个 就是外公他知道 就是建议自己的女婿 就是有 可能有新欢的可能 然后就 原本是那个美季的运动会 就是是由外婆 就是鱼桂美子要做便当给 这个孙女的 但是他就希望可以制造一个机会 让建议他是可以跟广默梁子更靠近的 对 他就打电话就骗那个建议说 啊 那个 我老婆生病了 对 他说鱼桂美子生病了 不能做饭团给你吃了啦 对 但是这个时候鱼桂美子就偷偷靠近他 这样子 然后就偷听啊 然后之后挂完电话之后 他们就give me five这样子 对 对 我就觉得这一 这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暖心 对 就是做一个善意的谎言 可是你从这一段戏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他们真的不会是坚持的是 自己的女婿是 还是永远是自己的女婿 不能再娶 对 我觉得这一段戏我真的觉得就是 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对 可是他那种爱是超越血缘的 反而让人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其实还是很重要 因为对于一个上偶的人来说 有这样子的亲戚的支持力量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他们还是有家人的关系 可是也非常祝福他能够展开新的人生 对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国村准跟鱼桂美子这一对外公外婆啊 对凯云基真的是很照顾 就是事如己出嘛 所以就是当这个Micky他曾经有过一通电话 打到外公外婆家 就说我以后国中的时候 我想要跟你们一起住 我不要跟爸爸住了 他可能是在暗示的说 其实Micky他希望爸爸幸福 可是他好像心里面还是不能够接受 爸爸有心里有这件事情 所以他干脆离开家好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外公就问说 Micky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个爸爸就这个 然后凯云基就讲说 可能是因为Micky他心里很痛苦吧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很矛盾的 他希望爸爸幸福 可是他其实身体是不能够接受 比方说吃饭还是会吐出来啊 好像不太能够接受 那那也 广莫良子这个角色 然后外公就非常不以为然 就说小孩痛苦 你应该也会感到痛苦才对 他就说 子供是小朋友的意思 小孩 感到悲伤的时候呢 父母也同样会感到悲伤 小朋友呢 在痛苦的时候呢 爸妈是更感到痛苦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刚刚不是说谎吗 难道你不痛苦吗 我想你是很痛苦的吧 所以啊 我就是我 就是外公我啊 现在苦しい哦 所以呢 我很痛苦啊 因为我看到 你一定是很辛苦的样子 你很痛苦吧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 因为我呢 是Miki 讲的おじい讲 是爷爷 也是 Tomoko 的父親 也是 Tomoko 彭子的爸爸 而且呢 就算是血缘 没有千细在一起 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ケンジ君 但是建议君呢 我告诉你 我呢 更是君の親父だからだ 我更是你的老爸 所以他就 真的是把他视如己出 真的 就是建议他难过 他也会难过的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的主軸 就是说 家 它是一个持续 转变的地方 可能成员会有一些替代 有些人会走 有些人会家进来 可是呢 他应该是要跟人一起 持续成长的 或者是 他可能也是有点爱屋己屋吧 就是对于自己的女儿的疼爱 就转移到这个男生 这个建议身上 对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春准 他演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算是 在戏里面是蛮重要的 而且不能够被删除的啊 就是他 对 因为他就是在讲的 就是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爱的话 那 可能建议他一个人 他也没办法撑 撑得下去 对 对啊 真的 好 那电影就讲到这边 然后我想要特别推荐一下 这部片的片尾曲 嗯 好好听哦 这个是秦基伯 对对对 唱的 他的这个曲名叫做 就是存在的意思 对 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温柔 很好听 我很喜欢这个歌手 对 真的是非常好听 他就是为这部电影 打造这首歌曲 嗯 然后我会把这首歌的MV 放在说明栏给大家欣赏 嗯 非常非常动听 对 嗯 好 好 那 电影就说到这边 那也是要祝福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父亲节快乐 不管你 不管你是不是爸爸 不管你有没有爸爸 爸爸是不是还在 我相信他们都是存在的 对 只要你心里有一块是 跟他在一起 那就 他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嗯 对 好 那我们就来到这边咯 好 好 拜拜 拜拜